与陆毅成婚这么多年以来,让经常无数女子羡慕的事情,大抵旧事,即便是家中所有的银子都归陆夫人今夏管理,陆毅也没有将她像金丝雀一般地坏养在家中的四方天地。 而对于今夏自己而言,明明有机会选择养尊处优,过上许多人羡慕的官家夫人生活,却选择了继续坚持自己的事业,甚至还当上了捕头。 对于今夏的选择,陆毅一直是支持的态度,他会在自己最大力度的层面上保护着今夏,充当着金甲神人的角色,帮助他逢凶化吉,遇难成祥,同时也明白受人以鱼不如受人以鱼的道理。 这也是为什么他要三番五次改进今夏的手冲,反复督促今夏练功习武的缘故,只是为了不怕一万就怕万一,自己不在他身边之时, 他能有不让自己处于险境的能力。 事已,这些年过去,并不只是在轻功、拳法、剑法甚至是手冲方面,今夏的技能有了大幅度提升。 对于外界的感知,今夏意识灵敏了不少。 一走出房门,才行至后院中,今夏便敏锐地感觉到,府上增加了不少的暗卫。 虽是不用细想,也明白是自家大人陆毅的手笔,更是确定了陆毅的担忧,那他此番进宫是否会受到刁难呢? 夫人,曾福的出声,打断了今夏的沉思。 曾福,你没同大人一起出门。 大人的禁足令解除,进宫参加朝会了,临出门前特地嘱咐属下不用跟着。 大人让我转告你,府上新增的暗卫是为了预防万一,让你不必有心理压力。 文言的今夏,不由的轻笑出声,这是在拿自己当孩子看待吗? 就算自己看到府上多出来的暗卫,肯定也会知道是他的安排。 他还特地让陈福来嘱咐一遍,难不成还怕自己跟他闹不成,想他原今夏也没这么不懂事的吧? 夫人,见他只笑不语,曾福试探地喊他,这是个什么情况,有没有听到自己的话? 哦,好,我知道了,曾福你去忙你的吧。 另一厢的皇宫殿内,上位的皇上,翻看着手上的奏本,大有一种要将奏本看穿的架势。 底下包括路易在内的官员,皆是大气不敢出,等着那人的下一步指令,空气中都是流荡着安静的气息。 伴想后,悔然不觉有何不妥的皇上,反问了一句道中爱情,今日怎么都如此安静了,事都无事禀报吗? 等,此时开口无疑是枪打出头鸟的,在场的百官姿是无人感应声的,都是垂着脑袋一副听后圣命的模样。 皇上,臣有事叨扰,尖细的嗓音响起,开口的正是得适的东长厂主冯太和。 等,和事,皇上明知顾问道。 前些十日,皇上您吩咐臣与张首府互查之事,今日恰好诸位官员在场,您看是不是可以。 等,却有此事,那就请两位爱卿,将结果告知于各位吧。 皇上的话音刚落下,百官面面相去,此等事情在这种场合提出来,无意于是让百官站队的意思,皇上此举又是何意? 皇上,臣在互查内阁形势的往来过程中,发现了不少不符合为官处事之处,如司努公款,阻断各地方成帝的奏本,这是具体的明细记录。 请皇上过目,东场冯太和先发制人,一开口便是罗列了几处内阁的过失。 皇上并未查看递交上来的证据,而是看着张首府问道张爱卿,对此可有话说,这无论是东场那边罗列的任何一处,都足以将内阁首府踢下台的。 在场官员都为张首府捏了一把汗,却只见他并不局促,反而是泰然自若。 回皇上,臣有罪,相较于护查,臣也进行了自查,发现掌管内阁这些年,底下居然有不务正业,行事不正之人在职为官。 不管是东场纠察之人,或是内阁自查之人,臣绝不包庇,但凭皇上处置,也请皇上责罚臣监管不利。 旁观的路易,不由得心中暗潮,到底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,不仅护查,还有自查,加上好一个监管不利,张首府他这一步,怕是皇上都始料未及吧。 眼下即便是碍于情面,张首府自己拦了责,皇上也不会过多严惩,倒是让东场的人有些上不来,下不去的局面了。 皇上来回审视了一遍张首府和冯太和,一个镇定自若,一个面色铁青,二人的手段高低,此事中谁更胜一筹,一眼见分晓。 朕一向主张凡事以证据说话,为免钟爱卿说朕专制独权,为了公平公正起见,今日这些证据,不能只是朕一个人看,陆爱卿,就交由你们锦衣卫来定夺吧,切记,务必不要遗漏其中的每个细节才是。 是,陈尊之,陆毅恭敬应下,这便是昨晚通知于他的任务,无论今日东场与内阁互查结果如何,最终还是会落入锦衣卫的这把刀来画上句号。 不ров义